赛前报道欧关八强战皇家马德里vs欧文图斯 赛事介绍!赛事2017-18赛季欧洲冠军足球联赛八强战第二回合 参赛球队皇家马德里瑞欧麦Gitvs欧文图斯举WeEnters 球场马德里伯纳乌球场三十爱哥布尔纳比尔皇家马德里主场 时间台湾时间4月12日42点45分电视转播奥特体育三台 网路转播奥特奥特 欧关八强战第二回合的焦点大战由西甲欧关双料英界冠军银河舰队皇家马德里在主场迎战一甲霸主老妇人尤文图斯 欧关历史上两支球队交手次数不少由黄蚂以十胜二和八败取得对战优势 最近两场交手分别是2016-17赛季欧关决赛和本赛季欧关八强战首回合都由黄马取得三球大胜 欧关八强战第一回合由文图斯在主场迎战皇家马德里 帅先进球的是欧关二连关的黄马医死可爱斯扣在第三分钟从左路利用地面球船中 西罗老习若露语奥奥倒在队友本泽马 Kerrymbi erkster身前抢点成功克队EB 0领先 游文曾经有机会扳平比分 伊瓜因在定位球进攻中近距离投球攻门却被黄马门叫纳瓦斯Killer-Nevers扑出 下半场黄马前锋C罗靠着游文后防沟通失误差点拿到单刀机会 回传给巴斯克斯·路克斯·雷斯克斯射门被游文门神不逢 举爱按路一举一八分挡出 但接下来黄马继续控球后从右路传中C罗后撤两步后倒挂射门 球进了黄马取得2比0领先 接下来进入转列点 游文前场和新迪巴拉波罗戴波勒因抢球时踹中黄马后卫卡瓦哈尔戴尼卡尔沃9被红牌发下 从此游文少打一人 第七十二分钟 黄马后卫马塞洛马尔萨洛在禁区周围和C罗做出撞墙配合 打进第三球中场黄马就以3比0在客场取胜 本场比赛双方在先发阵容上都有一些惊喜 游文面临主力中场皮亚尼奇 米勒冷局埃尼克和后卫贝纳迪亚 美普比内设竞赛的危机在平行442阵型中摆上小将奔塔库尔热鞠勾 冰坦克尔取代皮亚尼奇中场中路的位置 黄马则是回到久远的零行442阵型 克罗斯 托尼克罗斯 莫德里奇 陆克罗迪克和卡塞米罗 凯瑟尼热鞠勒 连美登场伊斯科担任进攻中场自由人的角色 本场比赛的关键点一中回 零行442后 伊斯科担任进攻中场能够活络全场 他在进攻端并没有固定位置 整个前场都是他能够参与进攻的区域 第一个进球便是他由一到左路和马塞洛配合后送出的助攻 这样飘忽不定的站位让尤文不好防守 两名中尾负责丁防斯伊罗和本泽马 理论上双后腰之一的赫迪拉塞米克迪勒 要负责防守伊斯科 但伊斯科自由的站位 巧妙的从尤文整起的防守阵型中找出缝隙 二本塔库尔的出场有带商榷 由文主帅阿莱格里 麦西米尼耶诺 阿勒格里 还有马图伊迪 布雷斯马区迪 和马尔基西奥克罗迪 欧马克西奥 两名经验丰富的老将 可以派遣 却使用年仅二十岁的本塔库尔先发上场 本场比赛本塔库尔出现不少非受迫性传球失误 在反击中的策划也显得过于稚嫩 完全没有担负起中场核心皮亚尼奇的任务 使得尤文的进攻打得并不流畅 皇家马德里竞无常取得四胜一和的好成绩 包含欧关巴强战手回合在客场 以3比0击败尤文图斯 最近一场比赛则是西甲第31轮 皇马与主场迎战马德里竞技 总教练习丹斯纳丁塞 保留主力中场伊斯科莫德里奇 以及卡塞米罗 近日状况绝佳的主力前锋 西罗虽先发出阵 不过取得进球后就下场休息 两对最终腰杠腰握手言和 黄马在西甲的排名也暂时降至第四 而在球员商庭名单中 后防问题让邪丹很困扰 除了队长拉莫斯 四二局 以欧莱莫斯 因累计黄牌进赛而不得出赛 纳乔 耐区 芳南德斯 以及小将瓦雷 或举 斯尔 斯尔 俄里 举 则仍有伤在身 未必能赶上奔折场比赛 尤文图斯在最近无场比赛取得三胜一和一败的成绩 唯一一败就是欧关巴强战第一回合在主场也0比3输给皇家 马德里 其余比赛皆表现不错 而加在两场欧关巴强战间的一架第31轮 由文图斯做客到目前排名最后一名的贝内文托 总教练阿莱格里做出多人轮换 除了因巴强战手回合吞下红牌的迪巴拉继续上场 其与位置皆与周中面对皇马时不同 最终靠着迪巴拉的帽子戏法以4比2击败贝内文托 持续保持在一甲防守的位置 由文图斯的阵容身后让其能应付多线作战 但最火烫的迪巴拉因红牌而遭到禁赛一场 主力中后卫巴尔扎利安据俄巴斯戈 则与皇马对战时受伤进入伤兵名单 由文实力大大折扣 本季表现活跃的边路小将贝纳德斯基 Federico Bernardesky则是早在2月就因吸收困扰无法上场 预计两队的先发阵容 主队黄马回到主场后 因仍使用零行4-4-2的阵型 先发阵容与首回合比赛 只有一人变动 队长拉莫斯因累计黄牌竞赛不得上场 由于替补中文娜乔和瓦雷霍也都有伤 很可能由防守中场卡塞米罗克串中后卫一直搭档瓦兰 Refel Veary 防守中场的位置则会交给科瓦契奇奇 Matea Kovacic 由文这边将会赢回皮亚尼奇和贝纳蒂亚 但同时也失去英红牌竞赛的迪巴拉 预计阿莱格里会把曼珠基奇 Mary O'Mantzoukic推上封线 老本型搭配伊瓜音 第二回合的比赛 晋级天平无疑是偏向黄马这一侧 拥有三个客场进球优势 又回到主场比赛 由文要逆转的几率并不高 这场比赛需要由文积极进攻 面对黄马采取 菱形4-4-2阵型 比较偏向中路堆积 边路防守薄弱的缺点 左右路的桑德罗 Alexandru和科斯塔 到格尔科斯特将担负重责大任 若能在突破后把球送到禁区 两名前锋就有破门机会 尤其是客串中尾迪卡塞米罗 能否经的起考验 将是观战重点 对于黄马来说 这场比赛的总比分优势 是比较轻松的 节奏不需要打得太快 或是借由反击刺激进攻即可 只要能进球比赛悬面就基本结束 对于黄马来说